男子戴着安全帽和口罩 慢慢走进彩券行 一开始还把西瓜刀 藏在蓝色购物袋里 趁老板娘低头不注意 就冲进收银台里面 一手泼洒汽油 一手持西瓜刀 威胁老板娘 把现金通通交出来 男子一边拿着西瓜刀 另一边还不停朝收银台 和老板娘身上泼汽油 老板娘抵挡不了蝶坐在地上 男子竟然还不断对老板娘 又提又踹 让她无法站起来 还扬言 如果不拿钱出来 就要放火烧彩券行 林姓男子抢劫彩券行的原因 竟然只是基欠两万块的债务 经过我们调与监视器 去确认林姓夫妇的体型 还有她的面容 然后我们已经埋伏以后 选限超过 嫌犯和老婆因为基欠地下钱庄 两万多元 竟然铤而走险 持刀连续抢劫 一人持刀闯店内 一人把风 有好几家彩券行和店家受害 警方获报后 调阅上千支监视器 在11号晚间 将夫妻俩逮捕归案 地下钱庄占下聚款 那无力藏法的石刀 去抢楼才最好 夫妻两路往后共撑 因为地下钱庄威胁他们 如果不还钱 就要断手断脚 令他们感到十分害怕 不过只为了两万块的债务 就犯下多起抢劫案件 也令警方相当傻眼 直呼太夸张 记者林中正罗湘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